Hello 大家好 你们看我手上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今天呢 我要介绍大家怎么做 stress ball 我们华文呢 应该简称叫做 舒缓压力球 看 你们听到声音吗 这个东西呢 当我们觉得压力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给握在手中 我们这样按 按 把我们全部的压力呢 释放在这个球上面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做的 手工了 那今天的手工材料很多 多到我的那个 手机啊都快装不下了 我们需要 当然我们需要这个 气球 然后 两三个气球 然后呢我们需要一个罐子 来装我们的这个粉 粉呢 甚至今天我用的是这个 那个 corn flour 但是我们用其他的粉也可以 我们需要一个漏斗 然后等一下我们漏斗呢 就可以 把粉呢 装进去这个瓶子里面 然后从瓶子里面 我又把它射进去我们的这个 气球里面 然后我们看怎么做 我们第一步呢就是把那个瓶子上面的 这个瓶盖给打开 我们把漏斗放上去 我们把漏斗放上去之后呢 我们把前面这个 这个 已经开好的这个粉呢 我们把它倒进去这个瓶子里面 嗯 我们摇一下 给它进去 吼 这边敲敲敲敲敲敲敲 敲敲 好了 看到没有我们这个分量啊 那就够了 那前面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粉呢 装进去这个瓶子里面了 我们的这个分量呢 是一个拳头大的这个分量 然后在这边前面呢 我们准备好了 刚才的上一个气球 第一个气球呢 我们会用来装粉 然后第二个气球呢 我们用来包住第一个气球 做一个保护层 然后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这个气球呢 我们就用来做装饰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把这个气球给吹大 然后把那个口呢 对向那个瓶子的口 好 大概是一个大小 然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口呢 对向这个瓶子的这个口呢 有一个 呃 撇薄 然后现在呢 我们把它给转起来 转起来的这个部分呢 好 让我们够时间 把这个东西给张开 然后呢 我们就会把它 装在瓶子上面 好 这边呢 就是装好一个 这个口对瓶子的这个 这个情况了 现在呢 我们就把它给装 倒过来 我们要把这个全部的粉呢 给倒进去里面 好 装好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给拔出来 在这边呢 后面的这几个步骤可能会啊 会弄到你坐着有点粉哦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们慢慢的把空气给放出来 好 放到一个部分的时候呢 你看粉喷出来的地方 OK 现在在这边呢 我们要需要把这个头给剪掉 好 剪掉了之后呢 我们就先放一边先哦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第二层我们用青色 我们也把这边的这个景象 好 给剪掉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样的方便我们 开这个气球来包住它 那怎么开住呢 我们现在这个开口的这个地方 我们就用手指把他给拌开 拌开了之后 我们就 把第一个气球给包起来 刚才有没有注意到 刚才我们这个红色的气球的开口 就是在这 是在这边 然后呢我们就用 呃 从开口的地方我们这样包过去 然后 这样呢 我们的粉就不会掉 就不会掉出来了 好 在这个时候呢 已经 保护层已经包起来了 现在呢我们就 用第三个气球呢 我们来做一个装饰 它这边有很多洞对不对 来 同样的 我们把这个景象给剪掉 来 放一边 这个呢 我们对折 对折的这个地方呢 旁边两脚呢 我们把它剪掉 很快 好开起来 然后呢 竖起来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跟它对折 在旁边这边中间呢 我们也剪一个洞 好 现在呢看起来 前后呢都有四个洞了 然后我们一样这个开口 好 我们对准这边对不对 我们把它给穿过去 我们对准这边对不对 我们把它给穿过去 好 好 大致上次做好了 顺便上面这个靴口呢 我们把它给拉上来 转一圈 然后用剪刀 把它剪掉 好 两个剪压气球 做好了 哈啰 大家好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我为你们带来的这个减压气球 做了减压气球 我们可以把我们压力呢 都释放在这个球上面 也是一种很健康的这个手部运动 我是开心冻的冰龙 希望大家在家里呢 过得无忧无虑 身体健康 下次再见啦